卖肉卖菜也可以做到100亿的生意 这个卖肉卖菜的店 在去年的疫情下 它的公司的盈利额增长有40% 自家是在中国拥有2300家的盟店 成立不超过10年 但是它的估值是高达100亿人民币 这个这么传统的食品店 它到底是怎么样经营它的business model呢 自家店是来自广州 卖肉卖菜的连锁店 它的名字叫做钱大妈 这家店是在2012年成立的 它有卖肉类蔬菜类 总共有500个产品 可以满足整个家庭的三餐 它到底做了什么 这样传统的生意都可以做到100亿呢 它的差异化还有品牌承诺是做的最强 它是不卖隔夜肉 不卖隔夜肉不只是它的差异化 也是它的品牌承诺 因此钱大妈得到了市场的关注 每个晚上7点钟 它就开始打折清货 每个半个小时再打一折 晚上深一点后就全场免费 打着不卖隔夜肉的口号 让钱大妈跟其他的超市很不一样 其实肉在这么多食材里面呢 是可以冷冻保存的食品 这样为什么钱大妈要坚持 每天要提供新鲜的肉类还有蔬菜呢 它的差异化定位还有品牌承诺 就让它的公司是大受欢迎的 买菜吗就一定要选钱大妈咯 老板同一个产品 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客户群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 一定要不同等级的产品 来吸引不同类的客户 其实这是错的 来我们看看钱大妈 她如何在同个产品 可以有不同类的客户 她第一种客户 是讲究食材新鲜的 一大早就会过来 买最新鲜的产品 第二种客户群呢 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才来买 第三种是到了晚上 要捡便宜的时候才来买 所以可以看到 七点以后的消费群 就不是他们要服务的对象 钱大妈会根据这三拨人 把产品去做分配 比如门店上订货 就会有讲究 要求门店控制七点后的销量 要占全天的销量10%以内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效率 老板你经营企业多少年了 10年吗 那么你的产品的差异化是什么呢 还是你告诉你的客户 还有你的团队 你的差异化是 我的服务很好 那你的品牌承诺呢 还是只是一个空口号 钱大妈懂得如何 在这么intense competition的时候 找到他的差异化 避免竞争 然后成功突围 老板 你有找到像钱大妈 一样受欢迎的差异化吗 马上来参加我的线上课程 我的线上课程是2021年的加强版 在里面我会教你找出你的差异化 你的品牌承诺 还有你的定位 给你3C工具来找到你的差异化 让你即使在市场低迷时 也可以创造好业绩 第二 什么让他这么成功呢 就是他的零库存 这个零库存 让他的成本大大的降低 到最后时刻如果门店还有库存的话 他会直接免费送给消费者 在钱大妈的operation 他会要求做到美日清算 make sure是零库存的营运 零库存对企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他的warehouse成本减低 第二就是他的stock loss风险也减低 所以这个策略让钱大妈有足够的现金流 钱大妈手上的流动资金至少有4亿元 老板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零库存 你有想到怎么样可以加强你的现金流吗 也许你想我只是需要更加快的跟客户收钱 除了更加快收钱 你有其他方法可以怎么样更加快的加强你的现金流吗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运营资金到底是多少钱 每100令吉的收入 你有想过到底你用多少钱来换回来呢 你懂得计算吗 只有当你懂得计算 你才有可能把你的运营资金降下来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是用着90块来换100令吉 将你90令吉的投资用到底换回来多少的毛利呢 马上来参加我2021年加强版的线上课程 因为在里面我不只是教你差异化 而同时如何教你做好你的现金流 我们给你方程式给你工具 让你有方法把运营资金降下来 只有运营资金可以下降 你的现金流才可以加强 马上报名到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